国语有生善书 一赤拱横堂善书 末节收缘上礼天 主注先佛为福佑帝君与南海古佛 南海古佛将 念三魅礼偏行 所谓魅礼即乃不明其礼 或是或于其表面假象而忽略真实内在礼之寒韵 乃有各一之义 魅之不明无以导正其行 因而魅礼即以容易偏其行为也 修道子在道成进修 有一个非常关键所在 亦可谓为入道之基础 即为必须明理 人之于是不能明理 行为必留诸于蛮横 亦容易妄断 因此容易照生事端 人即关系必然恶劣 忠于处处吃亏于这个竞争的社会 而修道子不能明理有三个缺失 一偏行 既无遵循道理 不能开悟道理 则企图展示于眼前 莫知所寻 理乃正途之前卫 即如门之所也 故不能明理 则无以开门以导正途也 二 必施耐性 欲明理 须身所 孜孜不倦而求分明 道子不知明察道理 即因具于耐性 探求道理所致也 三 智慧必必 修道的过程是一种心灵的静持 即为内性之修持 而心灵净化 与人意境之升华密不可分 故智慧与否可谓道成高下之判 而明理乃从周遭事物的观察中有所心得 融入思维 进而增加本身知识的扩展 行诸于外有高人意等之见解 故 道子不明理 智慧必失 一失智慧 则心灵之境界无以提升也 道子切莫以为看似简单的一件事 但是如果不能做到它 却可能阻碍了回返礼天的道路 因为魅理 道成停滞不前 更且可能偏其一行 终将毁败道机 既是明理为修道子不可或缺 则如何使刻明理 也就是一个课题 俗云 活到老 学到老 这个说明了周遭环境 时时有新的事理产生 故欲求明理必须遏止好奇心 生活在人际间必须有沟通之管道 及约束之规范才能和谐 对道德之培养实践不可懈怠 因为好奇心引发了浮动的心智 如果事关他人的隐私 那么更容易牵涉到纷争 而人际关系的和谐 表示处事的元熟 也是智慧的增加 沟通是负责任的做法 一意孤行表示对事理的包含 领悟不够 道德更是一个人心智成长的表现 道德君子的基础就是对道理的透彻 才有成熟的心智而驾驭行为 今夜以明理而做分析 身愿道子有所得 进而避易于道成也 修道的过程是一种心灵的静止 若我们眼中还是有谁谁谁做错什么事情的话 那代表自己还没成长 因为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 一切都是自己的过错 望天下道中修半道人可以阅读此书 更加明白天心 更能度化众生 求道 修道 亲口 半道 得道 成道 大家可以替自己与家人生前筑集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或浩天子寿灵修院 也抄把祖先魂或有缘魂到灵修院哟 祖先魂或浩天子寿灵修院 暗畅废 真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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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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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